大家好,今天我来向大家介绍一款草莓芝士丹麦酥 我们开始吧 首先切一切草莓 我们把草莓切成片 然后呢我们放点糖 放点糖腌制一下 待会呢草莓也会更甜 还有呢也会出点草莓汁 我们现在准备一块奶油芝士 然后呢我们加点糖粉 我们把奶油芝士和糖粉 先搅拌到一起 让它们两者均匀的混合在一起 这样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加点香草酱 准备一颗柠檬 我们把柠檬的皮挂进去 整个皮都挂进去 然后呢因为这个柠檬其实比较大 所以半颗柠檬汁就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材料 再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打一个蛋 我们把蛋打开 打开以后呢 我们把一半的蛋也加进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材料 再混合一下 然后呢这是超市买的酥皮 听说也可以自己做 不会有点麻烦 超市买的就好 然后我们把酥皮 这一块打开 然后呢 我们横竖切两刀 把它切成四分之一的大小 我们这里切两刀 然后呢我们拿一块一块来 我们先按这样的姿势 把它再切一切 我们把这样的姿势切完之后呢 我们把酥皮对折 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一个想要的形状了 那在我们对折之前啊 我们要把上面再刷点蛋液 刚刚不是还有一半的蛋液吗 把它刷上去 然后我们对角折 折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就裂开了 裂开了没关系 手捏捏就好 对这烤一烤的时候 这形状就会比较完美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入烤箱 425度烤个8到10分钟 拿出来 拿出来差不多是这样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里面的气 中间的气 用一个叉子把它给都搓掉 把气放掉 把这些气都放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把蛋液刷在这个最外面那层 我们都刷一刷 然后呢刚刚我们准备好的料 我们每一个给它一勺 其实啊 看你能放多少了 能多放当然好 如果放太多也会露出来 然后我们也放草莓 草莓 分个一两片两三片 草莓汁也来一点 我们每一个都这样操作一遍 然后呢我们再放入烤箱 还是425度再烤个8到10分钟 然后我们出来出成品 然后我们准备一点再把糖粉和剩下的草莓酱混合一下 中间呢再加点水 做什么呢 我们给它上个柚 我们做好了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为了上柚 我们把它都搅拌好 那大家看我看这边啊 搅拌成均匀以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刚刚准备好的料就随便的涂上去 就上一层柚 有这层柚其实更好吃啊 那你们看 把一块出来白开 品尝一下 其实很好吃啊 好好享受吧 感谢观看